一样 学佛就是尊敬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 不要看不起别人 不要傲慢 这个人就算破戒 抓了很多的恶业 他的佛性不增不减 越坏的人越容易成佛 就像我一样 怕死 而且知道以前错了很多 但至少有一点善根 不要再做错了 所以我认为 要么就错到底 黑魔王 要么就做白雪公主 我不要做那个又黑又白 就单单纯纯的过一辈子 去做好事就好了 但是从内心里面 要真实的去尊敬 所以各位多拜佛 但是拜佛要记得观想正确 拜下去 自己再拜没错 后面的拜 替老鼠拜 我也拜老鼠 因为要降伏这个我慢 我要把所有老鼠 蟑螂 都当作我心中的佛 来服侍它 不然你怎么成佛呢 成佛最大的敌人就是我慢 现在有很多 很多所谓恶知识 他不是不会讲话 不是没内容 而是他希望人拜他 我成为你唯一的老大 我是你的佛 他这些都是知识分子 很会讲话 很会写书 但是因为他是想凸显自己 但是我们念大悲咒的 各位要想 众生都是我心中的未来佛 因为我要学慈悲 尊敬他 他才会成佛 而且我永远尊敬他 因为对方永远有佛性 只是他暂时忘了 所以不能看不起对方 学习恭敬 那这个恭敬 像我这样讲 很容易讲 但是你必须从待人 接物 吃饭 做事 看出来你有没有很尊敬对方 对对方很客气 就像你去印尼 印尼有个好处 他只要经过前面 他一定把手放在他的脚 然后 这个是一种尊敬 就像我们印度人一样 他尊敬你 他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脚 然后放在他头上 他尊敬你 所以我们不敢高高的 从他面前走过 特别这些都是未来佛 所以 那当然你要一直练习 再来 是悲下心 我是众生的仆人 奴隶 扫厕所的 所以这一点我刚出家 我的师父比较严 他就要我们扫水沟 每天洗碗 就是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会人讲 像饭店一样 很多法师 世界的法师都来挂单 挂单以后就要整理床部 整理厕所 我师父问我说 这个你能做吗 我师父没问题 我以前离家出走 就是在洗马桶 提醒你 我搞饭店很熟的 折棉被的 这个没问题 能出家就好了 所以 我师父 这个考不倒你 在考别的 所以扫水沟 清垃圾 那就是这些 但是这个东西 他就让你不骄傲 因为对我来讲 读书太容易了 打坐太容易了 所以 当我师父要你 从最高班的调到最低 当我在台北 越坐越坐 人越多 哇 很多人 因为我每次号召 我办法会 很多人 师父叫我去 恒春 恒春没人 大家都吃冰朗 天哪 连师父都吃冰朗 然后 又从头开始 然后我在那边待了 差不多又做得很伟大 我师父说 你离开吗 我被赶走了 我师父说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 他们没办法 给他们做 你想办法 你离开 当然很多信徒就不高兴 那是长老 你要海涛法师离开 你要安排 人家有福报 不用我安排 但是 这就是师父 但我师父说 这样为你好 所以我就 白手起家 那白手起家 做到有一个阶段 我师父又给我找去 我也 做任何事情 不要超过两年 超过两年 就换你做会长 你就叫 赶快离开 所以我又 做两年 又做到 差一点做到会长 然后又跑到高雄 就这样 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所以 当然我 我师父再次的 他就说 就怕骄傲 你做了助词 你做了大法师 老实说 我在台湾演讲 哎呦 人多啊 对不对 我现在 我经常在欧美 二十个就不错 四十个 还听不懂 还要翻译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让自己 从零开始 没有人 没有人无所谓 我们的浑墓区 浑墓区多好 对不对 能够慈悲 能够去服务他们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当然你要给自己功课 千万不要一直想要 我要这样不要那样 我要这样不要那样 背下 众生高于我的一切 现在条件好的 会看不起条件不好 会的会看不起不会的 老的会看不起新的 那你就没有背下心 所以各位女孩子 各位太太 做你老公的仆人好不好 要甘愿 要甘愿帮她洗衣服 像我妈妈 不要给你洗 我爸爸如果不乖 不要给你洗 我老爸就 我在那边弄了 我们这些儿子又不会洗 他这个没办法 所以因为我的妈妈 不是那么尊敬我爸爸 虽然我爸爸很会读书 很会赚钱 长得又帅 问题他就是看不起他 因为有几个点 会让我妈妈很在乎 比如说 一个男人 如果对女方的爸爸妈妈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妈妈 像我爸爸就 不希望我妈妈回乡下 因为我爸爸是留学回来 那我妈妈会觉得这样 看不起人 同样的 一个做太太的 如果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公公婆婆 也会让老公很恨 有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做先生 他真的很爱妈爸爸 很爱妈妈 结果做太太的 跟他妈妈合不来 哎呀 这怎么过生活 他会很恨他 所以我在印尼 有一位男众很虔诚 后来跟他太太 已经结婚二十年了 他太太在来跟我哭 他外面有个女人 又生了小孩 那我就把那个男生找过来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师父 我可以发表意见 我说可以啊 他对我父母很糟糕 我恨在心里 我没办法 我发泄发泄 我去外面找女人 哪里知道她有小孩 但是我现在负责任 我养她 我说你这样讲好像是理由 但是你还是邪淫 这是你的借口 但是你还是错 但是我也跟女方说 你也错 那没办法 本来就是错加错叫结婚啊 因为这个世间法永远摆不平了 摆不平 但是你要 因为没有错 这个男生很爱他的妈妈 但是这个婆婆对媳妇不好啊 婆媳就是不结好缘 叫婆媳 那当然先生会怪太太 但是太太 她认为 反正你妈妈对我那么不好 这个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说你们最好好好学佛 离不离婚 这个是你们的姻缘啊 我这个人不参与的 但是只是说 你们双方都能够学佛 就没有问题 如果佛法不入心 只在佛教里面 一直做善事 烦烦牢牢 对你们帮助力不大 未必去深谈的事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代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 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互相公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